谁才是道教真正的创始人 道教遵奉老子为道府 奉《道德经》为经典 于是很多人认为老子是道教的创始人 但其实老子是道家思想的创始人 道家与道教是有区别的 而道教实际的创始人是东汉张道林 南朝梁流邪在《灭活论》里说道教士 上彪老子,次属神仙,下席张林 这里的张林就是道教创始人张道林 已被后世称作张天师或者祖天师 那么张道林天师到底悟到了什么才能创立道教呢 其实张道林就是因为参透了《道德经》 从而顿悟了人生,写下心得感悟 老子祥耳朱,并最终创立了五斗米道 即正一门微道 传说张道林在悟道之后 云游天下名山大川,在江西云锦山令丹 丹城龙虎县 云锦山因此得名为龙虎山 后又指蜀地赫明山降服蜀地八部鬼神和六大魔王 由于杀法过重 张天师又在赫明山修行了二十余年 最终在其一百二十三岁之际 携弟子飞升,并留下三件法器 这三宝分别是正义蒙威福禄 三无斩邪瓷雄剑和扬平制度攻影 这三件法器之后就成了正义道的传承法器 传说这三件法器原本就是太上老君赐予张道林的 有神鬼莫测之能 不过很可惜 这三宝均已不在龙虎山 因此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道教尊奉老子为道主 而道教的实际创始人是张道林张天师